2018年即将结束各大卫视 也纷纷举办跨年晚会和观众共迎新的一年 在12月30号的浙江卫视跨年演唱会上 林俊杰章亮影 陆寒和蔡学坤等众多明星 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听觉盛宴 很多人在观看昨天节目时 不难发现陆寒和蔡学坤的粉丝应原色是非常相像的 都是黄色 为此两家粉丝真的是在其中暗暗的 较近在对方的偶像上台唱歌时 两家粉丝都会纷纷地关掉自己手中的灯牌现场 真的是呈现出了忽明忽暗的景象 在两家粉丝的眼中 他们认为粉丝应原牌的多少对应的 就是偶像所拥有人气的高低 正好因原色相差不大 所以都似乎不太愿意为对方献出那一份小小的力量 毕竟粉丝们当然只会专注于自家的偶像 陆寒和蔡学坤粉丝登台 一度登上了昨晚的热搜榜前三网友们 为此议论纷纷 主要集中于三类人陆范 一肯和陆仁他们对于此次事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正因如此两家粉丝 也对于哪方偶像人气更高 而吵得不可开交陆范认为 陆寒和张艺兴都曾经是EXO成员之一 早已果变了中国和韩国 陆寒的人气 完全压过刚出道的蔡学坤 更重要的是张艺兴是蔡学坤的导师 蔡学坤是完全比不过出道多年的陆寒 无论从作品和人气这两个方面 比较两者根本没有什么可逼性 况且陆寒身为蔡学坤的前辈蔡学坤 要懂得尊重他 看到这里爱乐们肯定是不满意的 他们认为蔡学坤虽然只出道了八个月 但是在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 已经发表了两张专辑 并登上了音乐榜第一 凭什么说自己偶像没有优秀的作品 就算陆寒身为前辈 但娱乐全不是按照你出道的时间 来决定你的人气 而是看你的作品是不是受大众的喜爱 其实我们都知道 你喜欢谁你当然会向着谁 这之间没有谁对谁错 两方粉丝这样说 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不妨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看看 其实陆寒和蔡徐 蔡徐坤都是非常优秀的明星偶像在音乐方面都有突出的音乐作品 比如陆寒的宣章和蔡徐坤的 我们都喜欢把优秀的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来分出个胜负 更希望自己所喜欢的那个人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所以有的时候会做出一些违背自己内心的事情 陆寒和蔡徐坤的粉丝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小的摩擦 不正好证明了他们都很优秀吗 因为优秀才会被拿出来进行比较 所以对于总网的灯牌Battle事件 我们站在客观角度看陆寒的阴原色是正黄色 而蔡徐坤的阴原色是王者金 但是灯牌其实只有那么几个颜色 颜色相像 但也不代表完全一样 现在的流量明星是非常多的 流量就代表着人气 这是毋庸置疑的蔡徐坤 刚刚通过偶像练习生这个节目出道 流量多 人气高于怒寒 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是新晋偶像热度相对会高 他和一阳迁徙 被誉为2018四大顶流之一娱乐圈 本来就是一个消耗人气的地方 确实有很多时候 新晋小仙兆某个时间段的人气 会高于某些前辈 但也不能否认前辈的优秀 这次的灯牌BATO事件 有人说是陆寒赢了 还有人说是蔡徐坤赢了